准备好了吗 大家好 讲一下育养权 就是张衡啊 真的有一点死脑筋 你说啊 你非得要单独育养两个孩子 郑爽不管怎么讲 她是孩子的妈妈 是吧 她给孩子买一套衣服 是吧 买一套学习用品 她经常过来看看孩子 这个不好吗 你非得要自己带 你自己带的话 你多辛苦啊 是吧 你又要搞录音 又晚上要搞剪辑 又带两个孩子 这个多辛苦啊 就按我们农村里讲 就是死脑筋 张衡怎么啃的死脑筋呢 他聪明得很 你知道吧 就是按照这个美国的法律 就是他的诉求是单独育养 他如果单独育养的话 就是郑爽和张衡 就是两个人的收入的30% 要作为孩子的育养费 你知道吧 就是一直到孩子 这个高中毕业以后 就等孩子充年了 这就相当于 就比方说郑爽每年挣1000万 张衡每年挣1万 就是说他们两个的总和 加在一起的30% 那就是 三百万零三千 是吧 就这个要作为 那个抚养孩子的费用 是吧 你以为这个人家张衡 张衡聪明得很 我跟你讲 张衡他很不容易的 你知道吧 其实他不希望郑爽完全被封杀 他希望郑爽还能挣钱 你看他爆料 他都是 就是这个料都是一点一点的放出来 他不希望郑爽完全被封杀的 这个就相当于 就像我们打老虎 就是你其实你不希望老虎说把老虎皮都打烂了 我们不希望他 因为虎皮烂了他不值钱了呀 对不对 就是但是呢 但是你有可能打不过老虎对吧 你这样 你要不打烂你又打不过他 你打烂了又不值钱 当然我举这个例子不恰当 就是人不要打老虎 对不对 就打老虎这个例子不恰当 就这个意思 就是但是母老虎也不要打 母老虎 对不对 你打母老虎也不行 我家就有母老虎 我家他动气出来的不记后果的 他给你玩命的 你打得过汤 是吧 就张衡他很聪明 就他肯定是 早就算好了 你以为 但是就是郑爽这边抱出来税务问题 他这边会怎么样呢 就是 就是据我分析 问题不大 你看 他有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但是不会很大 因为 当他决定要给这个张衡硬钢的时候 他应该会知道张衡掌握了他哪些信息 对吧 就是 如果他就脱水漏水这么严重 他还要给这个张衡硬钢到底 是吧 他如果采取这种行为的话 那你想 那张衡也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张衡了呀 是吧 那他就是一个 急录音 是吧 剪辑 混音 调色 诽谤 诬蔑 是吧 余一体的一个张衡 他又是另外一个人物了 是吧 但也不是我们认识的张衡了 抖音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